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 最近在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活動上面 就談到了台灣局勢 他兩度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好 他也補充維持台海和平 不能夠只靠美國和盟友美中良好溝通 同樣也是重要的元素 而為了協助台灣自我防衛 美國也會持續的調整軍力部署 並且透過盟友夥伴來提升新能力 但是瑞特納指出 其實台海衝突既非不可避免 但也不是迫在眉睫 來看到日本關東地區千葉線 在昨天傍晚是發生了規模6.2的地震 好 東京也有部分的區域是有感的 成田機場一度關閉了所有跑道20分鐘 千葉這個JR鐵路多條的線路 也是一度的停止營運 另外在地震發生之後 我東京電力公司是立刻來確認 在福島線的兩座核電廠是否有遭受影響 好 所幸兩座核電廠都沒有異常 還有民眾在推特上面就發布了影片 指出在千葉線的東京迪士尼樂園 地震發生當下是立刻發出了警報 以廣播的方式來通知遊客們做好強震準備 現場的遊客在聽到廣播之後都陸續安靜地蹲下來 等候地震結束 好 地震非常的可怕 但是來看到這個高空的驚魂劑恐怕更可怕 一架呢在有194名乘客的韓雅航空客機 在降落途中突然這個逃生門彈開了 強風灌進機艙傳出了巨響 把乘客都嚇壞了 有人當場昏倒12人呼吸困難 幸好沒有人調出機外 一名男乘客就坦承是他觸動了 緊急出口的拉桿已經遭到逮捕 飛機飛在空中 逃生門竟然突然打開 呼嘯強風灌進機艙直撲門邊乘客 絲巾被吹得狂飛 頭髮乱七八糟 另一個角度男子緊抓扶手 往旁邊傾斜想遠離風口 似乎被嚇得不敢動彈 離譜的情況發生在南韓 一架韓雅航空客機上 載有194名乘客從濟州島飛往大丘 飛機在空中250公尺正降落時 逃生門打開 驚叫聲四起一度導致部分乘客暈倒 12個人呼吸困難 許多前往運動會的中小學生 當場嚇哭瑟瑟發抖 幸好沒有人掉出機外 飛機最後平安降落 大丘機場第一時間派出救難人員到場 將呼吸困難的乘客送一治療 據瞭解坐在逃生門附近的一名33歲男性乘客 自稱曾經觸動緊急出口的拉桿 警方已違反航空法徵和逮捕 還沒報導該名乘客似乎患有恐慌障礙 日前俄羅斯一架運輸機 載著25名乘客在2.7公里高空 實機艙後門敞開 導致內外產生壓力差 後方行李一個個被吸出 乘客膽戰心驚 還有忍受零下41度低溫 專業機師解釋 飛機起飛後客艙內會加壓 在空中要打開艙門難度很高 但並非不可能 一旦在空中開門 如同電影中飛機破洞的場景 陽氣面朝掉下來 物品甚至人都可能被吸出機外 記者綜合報導